继天津之后大陆出现了第二例的Omicron病例 患者11月27号由加拿大入境上海浦东机场 隔离期间进行了四次的PCR皆为阴性 12月11号上海浦东解除隔离 飞到广州进行闭环管理 再次进行PCR 隔天核酸呈现阳性 确定确诊Omicron随后转运至医院 目前状况属于普通型病情稳定 而这个案例也让广州如临大敌 截至12月14号12点 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84人 次密接865人 以上人员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除了广州台上较多的东莞 则出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 当地政府立刻连夜将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东莞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 将两名病例转运到定点收治医院隔离治疗 对事业人员和场所实施分级分类管控 统筹做好人员核酸筛查及健康管理 重点场所终末消毒等工作 由于广东的广州和东莞皆出现疫情 14号开始 举凡离开这两个城市者 皆需持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才能登基 至于疫苗对Omicron的保护力 香港专家研究后发现 BNT两剂疫苗施打完 遇到了Omicron 抗体会减少剩下32分之一 除了BNT的效力大减 香港研究还发现 大陆的科兴疫苗 遇到了Omicron 保护力更低 但民众还是得施打疫苗 因为对于死亡和重症 仍是有保护作用 TVBS新闻余信翰 陈向如综合报道